Leo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我們來看瑪莎爾人對場圍巾人 正常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部分是中間有大量的鮭魚群 鮭魚也是我最喜歡吃的魚 不知道大家也不喜歡吃鮭魚 鮭魚這個魚群肉量只有225 每一個區域大概吃起來會超過1000肉 所以中間這個鮭魚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地圖 那紅色呢 這個瑪莎爾人呢 是一個比較適合打前期快攻的溫靈 本身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免費的一攻 二攻三攻都是免費的 那瑪莎爾人的後期呢 有這個團隊加成 所以可以讓自己的馬攻生產速度更快一點 那到帝王世代的時候呢 還可以轉出反區攻 進行一個增加攻擊力跟射程的能力 所以瑪莎爾的馬攻 重裝馬攻來說 我個人認為是最強的重裝馬攻 射程遠 攻擊力又高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維基人 那維基人的部分呢 他是一個免費輪走技術的文明 免費輪走跟手推車 讓他在四季立國裡面 經濟來說算是比較好的一個文明 那我個人認為 他也算是經濟最好的文明 甚至有可能會超越波蘭 我是說綜合經濟實力派行 那波蘭的話是只有單只有食物 收取量很高 那維基人呢 則是很全面性的 就是所有的經濟都還不錯 因為免費輪走跟手推車 讓他可以更早去產出更多的村民 而且也不用研發時間 所以在各種方面研發村民跟經濟的時候 維基人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那維基人呢 他是比較適合打步兵跟攻兵為主的文明 騎兵步兵的話不太行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馬卡 還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後期的騎士會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 如果你在玩阿拉伯 玩到那一家維基人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考慮去打騎士的 因為你的經濟體量 通常是會比對手好一點點的 而且在後續的爆馬情況下 也不太會輸對手 除非對方是打駱駝 基本上你可以用數量擰壓對手是沒有問題的 那維基人的話 後期是主要打大同車 還有這個... 維基狂戰士幫的強奴 還有狂戰士為主的文明 那維基人的後期 劍兵勇士算是比較常出現的一個選項 因為維基狂戰士是吃不到軟甲技術的關係 但是劍兵勇士吃得到 更能抗箭矢 而且血量上也比維基狂戰士更多 雖然移動速度上比維基狂戰士慢了一點 但是造價來說也比維基狂戰士更平的一些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有沒有想看到這張地圖 中間是有一個超大沼澤 都要通往中間的地圖 沒有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是會打一個海戰開局 打海戰開局的話 通常是要配到五目 五目開 然後去下碼頭 那瑪澤拉這邊的確是配五目 那維基這裡是沒有要打海戰的意思 瑪澤拉是一個正常五目開 然後開始去鮭魚人 那維基人這邊的配置 比較像是要來打一個 封建快溝落馬騷擾的路線 然後可能覺得這裡不補海 先打陸戰 騷擾對手可能更重要一點 但這樣的一個做法很危險 你很容易被對方擋下來 而且如果你被擋下來之後 對方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捕魚優勢 拓展自己的經濟 轉出更多兵防守 那如果你之後生時代蘇別人的話 海戰又更打不贏 所以維基人這個打法 我是不太推薦的 我覺得還是早點去捕魚 會更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維基人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待會就要來下馬舊了 那這個時間點他也可以考慮直接去下碼頭 他現在這有兩個分支打法 一個是下馬舊 一個就是去下碼頭 那我們先看這邊地圖應該是沒問題 已經要圍好了 直接把他當成阿拉伯再打 維基人這邊是沒有打算下碼頭 而是要來下碼舊了 那這邊馬舊這邊捕魚來到了四艘旅船 好 這邊的肉馬一直有在爭吵 這邊想要趕路 當然趕得上嗎 OK 這邊先生時代攻擊力變武功 這時候馬舊一定覺得很納悶 欸奇怪了 你的肉馬已經怎麼封建時代啦 第一時間被砍死 因為如果你是五目碼頭開局的話 這個時間點是不會升到封建時代 所以馬舊這邊有點 誤判情勢 好 這裡維基人直接開農點下易農 哇靠 這是什麼 特殊打法 弱馬也不出 然後家裡還沒有圍完 好 這邊魚船一直有在補阿 看起來還OK 然後這邊拉了一隻牆壁過來前壓 好 那目前看到馬沙爾人這邊是開了馬舊 準備要來出一些肉馬 應該是出一隻肉馬就去偵查用了 因為畢竟一開始那隻已經死掉了 那維基人這邊是展開一個開農路線 完全沒有捕魚 那維基人在封建時代的海戰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因為他的海戰封建時代是沒有火戰船 城堡時代也沒有 他只能用自己的戰艦去壓制敵人 那如果以打戰艦開局的方式的話 就會比較需要戰艦的累積數量 才有可能打敗對方火戰船的數量 所以這部分維基人要投資東西很多 打戰艦的話也要點一擊射 所以維基人在前期的海戰 如果在距離太近的情況下 戰艦很難累積起來 他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 所以決定不打海戰 到了城堡時代 才要去下這個碼頭 好 那這邊城堡時代可以馬上補下了 OK 八百肉兩百姬 這邊再圍一下 這邊用自己的槍兵抽屍對方的肉馬 結果維基人也沒有打肉馬開局 完全誤判了 這個打法蠻特別的 通常很少會看到玩家直接開農 然後再去城堡時代 再打海戰 因為通常你要打就是直接打直城 不會去打一個奇怪的18匹封劍 然後再轉成開農路線 然後再上城堡 通常就直接25匹然後直接上城堡時代 打一個18匹上風真的蠻特別的 然後18匹上風也沒有打戰艦 到了城堡時代才在打這個戰艦 那圍巾大戰船這個單位 也是城堡時代才可以製造出來的 可能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圍巾大戰船 去打出優勢出來 那這邊戰艦按了兩台 可能還是要升級一下奴炮戰艦 不然單靠這個戰艦戰船可能有點弱 但奴炮戰船升級其實有點貴 在城堡時代初期是一個不便宜的 升級單位 這邊射掉了很多漁船 這邊洛馬也過來了 四隻洛馬 但漁船的部分還是很多 洛馬過來少用這個房子圍下家裡 戰艦數量已經越來越少 又三艘漁船往上走 但出來的戰艦已經開始封鎖了海域 馬拉爾人這邊雖然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並沒有辦法去出火戰船反制 這是因為他開了3TC開納 所以經濟上來說是已經很極限的 為了不斷村所以已經放棄打海戰 那維京這個是2TC開納 然後在第三個比較晚的時間 才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但這個時候他就已經有 手推車跟輪走技術的優勢 那個經濟科技很明顯是 維京這邊是有強大的優勢的 那如果待會再去補輪走的情況下 馬拉爾人村民術又會因為研發輪走的關係 降低一些村民術還有手推車 大概至少會輸到4到5村左右吧 手推車加輪走 好 那維京這邊受不了落馬的騷擾 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那海戰的部分呢 則是用老頭去反制一下海戰的部分 好 馬拉爾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充分差距開始打出來了 維京這邊是67村對上馬拉爾60村 兩邊的TCDelay 馬拉爾是Delay了2分鐘 那維京則是1分半而已 維京這邊打的還是比較偏濃一點 經濟型玩家 我發現最近CD我上 這個玩家們的取向 都還是比較偏向於操作型 這種經濟型打法的玩家 比較偏少一點 這主要是經濟型玩家分數很容易上不去了 可能被強聚師給壓力補可以打倒 但是你可以再來練習 這種經濟型打法 然後又可以守得住 或是反制很得體的一個情況下 通常你往往可以變成VIPER型這種選手 防手反擊流 所以如果大家分數有一段時間卡上去之後 分數卡不太上去的時候 可以考慮試著打這個經濟型打法 就是VIPER4的防守反擊 說不定可以增加一點自己的勝率 這是我最近發現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還是比較習慣打這個強軍士 這邊維京大戰傳中出來了 現在攻擊是7加2 但是這邊布里戰艦直接想要上高地 這邊聰明可能要找個地方蓋城堡防守 好 帝王時代這邊點下了 那馬札爾這邊是直接4TC卡納 村民術直接反超了維京這邊 維京這邊村民術只剩下87吋 這邊老頭三隻直接被打掉 完全沒有空 那這邊馬札爾馬共已經出來了 以前馬札爾打反曲共 最大的問題就是馬共量產速度太慢了 那這次的團隊加持 讓馬札爾的馬攻 在城堡時代也更容易產生出來 那馬札爾不再是城堡時代 只會打騎士 那為什麼只會打騎士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有免費的二攻 所以打騎兵的話 只要升馬凱 還有這個品種跑速就可以升級好了 那馬攻路線的話 他像量檔快 如果對方真的打一堆槍兵路線的話 可以直接轉馬攻 也是很適合馬札爾 那馬札爾的彈性會更好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 維基人這邊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 那維基人的戰艦部分 也算是蠻厲害的 海戰部分也是不弱的 因為他有這個精銳火炮戰船 所以維基人打海戰 他的優勢是比較大一點的 維基人打戰船 然後配上火炮戰艦 是一個蠻強大的海戰組合 好 那目前看到的維基人 這邊是村民處94村 對上107村的馬札爾 村民差距約為14村左右 那補下單道學花學 還有三級射 我已經戰船會升個精銳嗎 好 帶來馬札爾這邊 好像是想要把這個海域給躲 給打下來的樣子 沒有想要直接硬攻陸戰 他可能覺得這個海戰打不下來 這個打登陸戰會很虧 確實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 登陸戰都是很困難 海戰的部分 只要你沒有海上優勢的話 打登陸戰是很困難 好 這裡有蓋了兩個城堡 鏟出了巨型投石機 要來開拆 這根城堡就有點... 蓋得太外面喔 那為什麼要蓋這麼外面 是為了要防止對方的戰艦 去封守自己的碼頭 好 化學員吧 好了 要直接升 金瑞火炮戰船嗎 還是直接火炮戰船 出來擠台開拆 好 後面馬工繼續騷擾 好 馬炸這邊選擇的是快速火噴船 火戰船又來了 好 他現在變成重型火戰船 記得以前叫做快速火噴船 那重型火戰船配上三級射 馬工還有化學 攻擊力直接升到最高 好 果然點下金瑞 這個應該是戰船 不是維京狂戰士 維京大戰船 對上重型火戰船 這個對決喔 還蠻有趣的 那馬炸的人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配上這個爆破船 在這個維京大戰船裡面 在這個重型火戰船裡面 進行偷襲喔 會對於打這個 維京大戰船更有幫助 因為維京大戰船它有一個缺點喔 就是它的單位體積變得很小 全部都密集都在一起的關係喔 所以很容易喔 或那種聚在一起 然後自爆船炸了一波 全部的戰艦全部倒掉的問題 所以火戰船配一些自爆船 這個搭配組是不錯的 維京這邊終於升級了戰毛兵 這些馬工讓它一直被燒了 有點麻煩 確定纏一些 戰毛兵也要來反制一下馬工的部分 正面的戰艦一直在做拉打 這目前看起來維京大戰船的反制力還是蠻強大的 因為箭矢數量夠多 而且維京戰船已經升級好了 攻擊力8加4 射程是10喔 非常遠的射程 好 那這個就是維京大戰船的一個海域優勢 箭矢數量夠多 連這個縱起火戰船 也可以瞬間秒殺 所以這位就是馬大這邊如果要打火戰船的話 殺害力會有不夠的問題喔 所以要搭配一些自爆船 會更適合一點 好這邊馬工用這個極限射程去攻擊前方的 這個巨型偷使機 但是後方的戰毛兵也是過來 要用來救援一下 好這邊 維京大戰船有點沒控好 稍微被包抄了一下 但還好這邊雖然還是夠多 對方的重型火幹船雖然有點偏少 好開始滿滿反制的回去 這邊巨型偷使機 開拆的是對方的碼頭 而不是城堡 算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 那如果要攻擊城堡的話 可能要到這個青胎處的地方 潛胎處才去進行攻擊 這樣就會被對方的戰劍給打倒 好這邊再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封鎖剛出來的戰劍喔 維健的這邊打一個防守反擊 打得還算不錯 但是穿了一束還是落後於馬扎爾這邊 馬扎爾這邊也是直接開始轉龍喔 也沒有打強軍士 但維健的這邊村民處實在是落後一點多喔 落後大約快到30村了 好維健大戰船 雖然來到了23隻 後面也出了幾艘漁船喔 再偷偷捕魚 那馬扎爾突然意識到 下面可能會被海域封鎖 所以直接往上開始 好蓋一下更多的碼頭 先行防守 很反制喔 那馬扎爾現在就是蓋一堆碼頭 去吸圍金龍去拆除這些碼頭 那維健人這邊其實有點困難喔 就是沒有辦法過到全部的海域喔 好維健人這邊補下三級的伐木 村民這邊已經開始斷了 沒有再繼續產村民 112村其實有點少 就像馬扎爾這樣子喔 這個庫存喔 經濟庫存這麼多 會比較安心一點 好維健這邊點下了三級伐木 那二級農要不要點呢 好來看一下中場的經濟量喔 那應該是馬扎爾這邊比較好 聰明處理先太多了 黃金的部分是 維健人這邊引一些 馬扎爾這邊利用村民的基礎數量 領先了維健人 好這邊城堡 射的有點久 好這邊戰艦有點危險 好這邊巨頭拆掉了正面城堡之後 又要再繼續往前推進了嗎 但是只要一到入戰之後 就沒有維健大戰船的掩護囉 所以這部分 維健人可能要思考一下 要怎麼打 那我覺得打馬扎爾 打步兵的話 遇到對方的馬攻 確實不好打 但是其實維健人有三防三攻 這個攻兵的部分 如果真的遇到馬攻的話 可以直接轉戰毛兵 那我覺得這個階段 直接轉維健狂戰士 快速成型 去進攻對手會更好一點 好直接點下維健狂戰士幫 快速點下 這麼快速點下 這樣強弩的話 就可以獲得 這個 異攻的傷害 這裏是軍營 好那維健狂戰士幫 點下之後 這個維健狂戰士 戰船也會多加一攻 變成8加5 變成13攻 這裏算是 維健戰船的一個buff 以前沒有這個能力的 以前維健狂戰士 跟這個 維健大戰船 是只有8加412攻 這樣可以變成13攻的傷害 好但是上方的 哈域的碼頭 對方的馬扎 已經轉出了大量的這個 重心火戰船 再燒出上面的碼頭 下方這邊則是 轉出了一些肉碼 進行反制 但是維健的這邊 是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要來防守對方的肉碼攻勢 後面的巨頭 還在慢慢開拆建築物當中 馬扎裡面的經濟 完全沒有被騷擾到 經濟發展還算是不錯的一個狀況 但右邊的海域有點危險 而且剛剛按了一艘 運輸船 不知道是要幹嘛 這個運輸船 看一下在哪裡 是在下方位置嗎 唉唷 運肉碼過來了 但這個運輸船 好像沒有點運輸巨速喔 只有5個人 還是馬扎不能升級 應該馬扎是可以的 他沒有點這樣 好 圍巨人這邊點下了三級的步兵 抬一下 長槍兵已經長驅之路 衝到農田地帶 後方巨頭之音 不太敢冒然前進 還是想要安穩的拆除前方的馬舟 才敢往前喔 上方的重型火戰船 也在努力反制圍巨大戰船 但這邊要打贏的話 確實有點困難 上面已經補了幾根箭塔 而且升級到了防護箭塔 這邊打海戰的話 防護箭塔打戰艦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但右邊這邊又有村民登陸的上來 直接蓋了馬舟 圍巨人這邊 似乎沒有意識到的樣子 很努力在進攻馬扎的本土 但本土的壓力 還是有非常多的劇情投擲機在前方 這邊攻防戰 打的會有點危險 哇這根防護箭塔 已經擊殺到了 跨要十艘戰艦了 好 但是圍巨大戰團的傷害了 還是很誇張 圍巨狂戰士幫的傷害實在是很猛 直接點掉了 馬扎這邊大量的戰艦 戰艦已經全部被擊垮了 但是右邊被登陸了 而且這邊已經在升級 裝甲衝車 要來升這個衝車來反制回去了 但很可惜馬扎的人這邊是沒有這個大衝車的 他如果大衝車好像會太強 但還好 這兩邊都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好 那目前看到正中央的馬扎 這邊四個生物被打破了出來 這邊巨型頭的時機可能會有點危險 正面的重裝長槍兵已經被馬公反制了回去 這一坨馬公已經擊殺掉了20隻的單位 這應該都是打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有一些肉吧也是直接溜到這裡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 好 這裡補了一根防護箭塔 好 戰艦的部分 打掉了正面上方的馬伯 好 這時候馬扎的人 中間也掏出了巨型頭刺機 再反制中間的城堡 馬扎也在中間補了一個城堡 再重新建起了防線 好 修召運補在了貨房 繼續用這個老頭去撿聖物 好 我已經搭戰船把上方的馬頭也要解決掉了 但防護箭塔還是解決掉了蠻多的戰艦喔 這裡至少要解決掉了16艘的戰艦 雖然還是蠻多的 好 上方的肉馬被關了起來 好 右方有一隻肉馬也失誘了進來 右邊這邊衝撞進來了 城牆被打出了一個洞 在裡面把蓋出了更多的馬就 正面的部分馬扎也終於守住了 三級的工兵馬太也已經點下了 遠防6 進防5 重裝馬弓射程還有12弓射程48 非常遠的距離 又痛又遠 好 那圍巾大家都想看到 右邊怎麼這裡有防禦箭塔 趕快用這個圍巾大戰船去拆除箭塔 但是圍巾人還在一個很強大的地方 打這個箭塔 居然還可以打得這麼輕鬆喔 好 這邊順利收掉箭塔 還是上方的建築越來越多囉 馬就射箭場 三隻村民立大功 這時候圍巾人 似乎沒有很在意上方被蓋建築物的事情嗎 這邊哨戰應該都是有看到的 但圍巾人並不是非常在乎的樣子 而是慢慢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還有奴兵的部分 好 正面使用圍巾大戰船去 反制對方的重裝馬弓 效果其實是很不錯喔 連重裝馬弓的血量是比不上圍巾大戰船的 而且箭矢數量也比不上圍巾戰船 圍巾戰船在於潛灘來說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而且馬弓打戰劍 傷害並不是這麼的明顯 因為戰劍的遠防是8防 所以打下只有4滴血 所以戰劍以打馬弓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打法 馬弓打戰劍就很虧喔 好 上方有非常多的馬弓 也被生成了出來 但這邊也是展出了非常多重裝長槍兵 但由於對方有安全戰術的關係 打這個重裝長槍兵的傷害很高 可以算監解掉 雖然重裝長長槍兵 雖然血量是最多 66滴血的槍兵的部分 但是還是扛不住反曲弓的傷害 馬弓打這邊肉量已經來到7000多 這邊大爆馬也不是問題 問題是不夠多喔 這個建築物 違建的這邊奴兵也沒升到強奴 有點在下水餃 雖然兵一隻集結在這邊 但是被對方馬大高打低 可以反制了回去 這一坨馬弓應該是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哇 37隻阿 正面的部分就是用自己的圍巾大戰劍防守 那我覺得要趕快去處理掉 家裡上方這個問題 在最後面再補了一個城堡 肉馬再加上更多的馬弓 這裡安了一些衝車 開始要來吸點工兵傷害 還要吸引對方槍兵去攻擊衝車 那衝車這個單位 當作坦克是非常適合的 就算不攻城 拿去吸收對方的一些近戰傷害阿 或是遠防攻擊 遠程攻擊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裡有更多的攻擊馬弓 開始繼續往前推進了 攻擊馬弓打對方戰鬥兵還是很痛 這邊三級的工兵台甲 沒有第一時間補效 哇 這連戰鬥兵有點虧不成軍 維京這時候才意識到 情況不太妙 經濟上庫存也不太夠 經濟有點慘 村民只有111村 經濟也不是很OK 這時候馬招爾人 馬弓雖然來到了28隻 這面的維京大戰船也是撤退 所以沒有再繼續守這個淺灘 馬招爾也沒有繼續想要在中間突破 而是從上方繼續往前推進 維京人的領地 這時候 妖卡恩產出巨型頭之一 反制城堡了 好 手邊再補一根城堡 這裡用維京大戰船 解除掉了岸邊的防禦箭塔 但是維京大戰船數量只剩下23艘 好 簡單了 我已經被打登陸戰了 該怎麼防守呢 阿拉拉的肉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8000肉 換用這些大路馬推進進去 維京人就受不了了 好 維京人這邊攻擊力還沒有點上去 二攻三攻都還沒有升級完 好 維京人突然打出了垃圾兵手勢 那這個時候的維京人 其實可以去轉出 劍兵勇士 維京狂戰士都很適合 現在城堡這麼多動的情況下 直接轉維京狂戰士會更好一點 但是維京這邊是不想要去買肉 而且這邊村民術很少 因為沒有辦法去轉出更多的肉量 去轉出步兵單位來 現在轉出槍兵就是他的極限了 黃金雖然有3000多 但是沒有進行買賣的動作 這邊槍兵直接戳掉了正面的肉馬 馬公繼續往前推進 這一堆的馬公已經擊殺到了115隻的單位 反驅攻馬雜的馬公真的太強大了 射程太遠 維京人要摸到 還要先死幾個友軍才能摸到一下 好 這根城堡如果失手 維京人就會很危險 更多的肉馬衝了過來 好 這邊所有的槍兵死守這根城堡 這裡衝車直接開頂 但是還是頂不下來 後方的巨型頭直接中午要拆除掉後方的城堡 上方有三台巨頭還在進行攻擊當中 這裡正面坦克的數量不夠多 要拉一些肉馬過來防守 下方有更多的大肉馬進行騷擾當中 但是馬炸這邊控兵還算可以 沒有直接送掉還是有拉走 兩邊都在互相角力當中 但是維京人 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經濟不夠好的一個狀況 太多村民都在修理 沒有失作 好 這裡馬弓繼續射擊 村民 哎呀 戳到了一隻馬弓 但是所有的長長兵損失掉了 維京人這邊有點繁殖回去的跡象 但是這裡有非常多的馬炸的標騎兵衝了過來 哇 還是精銳的 馬炸的標騎兵打工程器有外增傷 所以這邊打工程器應該是可以全部收掉 沒有問題 哇 四台巨頭直接被戳掉 好 這樣很虧啊 八百斤就直接成為了 地上的殘渣了 哎呀 這個巨型頭十一 省事掉的太快了 好 這時候馬炸了 已經開始轉出了戰艦升級 是要突然重返海戰嗎 感覺這裡也沒有必要 好 重返海戰意義不大 這時候對手直接跳get 連GG都不打 維京人可能覺得這一把 自己維京大戰船的威力 勝利再旺 好 那他這邊海戰的是完全打贏的狀況 卻輸掉陸戰 這邊被打一個諾麥定登陸 被間列起了營地之後 就完全毫無反擊之力 這也是維京人後期的一個科技 比較不足的部分 一定要打一些黃金兵 甚至打這個強怒 才有可能打得贏 如果只打垃圾兵的話 還是要搭配這個強大的經濟 才有可能打得贏 這個強奴一直沒升上去 奴兵永遠都是帶5加5的一個數值 有點可惜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麻大這邊拿下全面勝利 食料的部分 維京人只贏了一個城堡的數量 但食物數量則是輸了快2萬 那維京人這邊木材也是輸了1萬次 這很明顯是村民上的差距 跟文明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